一个女人有没有福气,看脸就知道了,会有这些明显的记号,有这样一种说法,一个人的脸就是她的风水,显然一个人的福气从脸上可以看出来,浮来,春风浮灭,浮走,冷若冰霜,很多人会努力把脸色遮掩起来,一直保持面无表情,其实这样的做法反而是死地无银三百两,只是故作镇静而已,一些微表情是装不出来的。 一个女人有没有福气,看脸就知道了,会有这些明显的记号,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,欢迎订阅珠子国学,内心明亮,脸上开朗。 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里面,罗子军和罗子群的差距,从两个人的脸就可以看出来了,罗子军在她的婚姻里,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想买什么就买什么,丈夫陈俊生从来都不过问,家里的活有保姆,她只负责保养自己的皮肤和身材就可以了。 罗子军呢?丈夫不求上进还心穷,自己在外面受气了,回家就拿老婆孩子撒气。 长次以往,罗子军身为姐姐,却散发出来一种无可比拟的精气神,皮肤紧致且饱满,妹妹罗子军在不幸福的婚姻的折磨下,整个人看上去要比姐姐老十岁。 皮肤松弛,暗淡无光,和好看根本就不沾边,你知道吗?内心总是被情绪塞满了,人是会变老变丑的,目光清澈,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。 有一些女人,很早就目光浑浊,完全没有光,你无法从她的眼中看到生活的痕迹,这类女人多半经过生活的摧残,开始变得宠辱不惊,不管遇到什么事情,她的内心都会心如止水。 换句话说,生活没有热情了,而那些好福气的女人,你和她四目相对,都会感觉她的目光如孩童般清澈,虽然年龄不饶人,但她依然保持着一颗初心,对生活充满了向往,每次和这样的人相处,都能被她所吸引,她身上有种力量,一直在指引着你前行,和她相处也会很舒适,脸上有自信。 生活中,我们常常会遇见各种各样的女人,而最吸引我们的往往是那些充满自信的女人,这自信仿佛有一种特殊的力量,可以让看到她的人感到力量。 杨在脸上的自信,体现出了一个女人优雅从容的气质,杨是一节董卿,每一次站在舞台中央都是自信满满,她强大的控场能力,她的博学多彩和口吐连换。 她的见多识广和干脆利落,她的优雅高贵和自信从容,无不体现着她的高素质和过人的专业能力,令人赏心悦目,一个面容娇好的女性,在有气质和能力的加持,会愈发光彩夺目。 试想,如此自信优秀的女子,老天也会眷顾有加,福报能差吗? 有自信的女人,她们无论身处何地,都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一生灰,也为她们坚信没什么难关过不去的,福气是哪怕身处黑暗,只要心中有光,心怀希望,她就会到来,一个脸上充满自信的女人,哪怕是身处绝境,也能烫出一条路,给自己带来新生,带给自己福气。 有福气的女人,大多脸上洋溢着微笑,充满着自信,不惧岁月的侵蚀,舒展的面容,热播电视剧《小欢喜》中的刘静,在剧中是一位最温柔的妈妈,她面容舒展,笑意盈盈,说起话来,满条丝里,让所有接近她的人都感到像被阳光照幅般温暖,刘静脸上舒展的笑容,不仅化解了丈夫与儿子之间的矛盾,也让儿子感受到了暖暖的爱意。 相反,脸上充满怨气,抓住一件事情,就会一直念叨个不停,对别人步步紧逼的女人,只会让家庭关系越来越紧张。 好妈妈是家庭关系的润滑剂,刘静式的温柔,是很多丈夫都希望能拥有的闲良妻子,更是孩子们做梦都想要的完美妈妈。 正是因为刘静舒展的笑容,充满智慧的语言,不仅让丈夫的事业节节高升,也抚平了儿子叛逆的性格,情绪稳定,看起来宽容大度,平静温和的人,更容易得到信赖,更容易获得成功。 看起来满脸利器,尖酸刻薄的人,会让人不愿接近,心理学中,有个原理,叫做踢猫效应,讲的是一个父亲在公司受到了领导的批评。 回家就把在一旁玩闹的孩子骂了一顿,孩子一生气,就踢了旁边睡觉的猫咪,小猫逃跑跳到街上,一辆车开过来,司机为了躲避小猫,撞到了路边经过的老板,意思就是,对弱于自己或低于自己的对象发泄不满,而产生的连锁反应,是一种典型的负面情绪传染,每个人都向别人发脾气,宣泄不满。 最终被伤害的还是自己,如果是情绪稳定的人,即使遭遇了不顺心,也懂得要冷静处理,而不是发泄情绪,皮肤水润有光泽,一个真正幸福的女人,应该是越活越年轻,越有精神剂。 她看起来不仅会更有气质,还会显得非常温柔亲切,很多女性到了中年之后,皮肤会变得松弛,还会有明显的皱纹,而且看起来很老。 所以,如果一个中年后的女人,皮肤非常有光泽的话,那么则能证明,她的生活是非常幸福和谐的,因为幸福和谐,所以她有时间打理自己的脸,也有时间提升自己的内在。 苏世的诗句中,曾有这么一句,富有诗书气字话,生活幸福和谐的女人,提升自己内在的最好办法,就是多去读书,多丰富自己的内涵,当一个女人有充足的时间。 去丰富自己的时候,也就意味着她的生活,是令她满意的,容光焕发的气色,良好的气色,是身体健康和生活顺遂的体现。 一个被爱包围,生活规律,心情愉悦的女人,其脸上会呈现出自然的红润和光泽。 这表明她注重自身的保养,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,同时也暗示着她在生活中没有承受过多的压力和劳累。 这样的女人,往往在家庭和事业上都能找到平衡,浮起不痒而遇,脸上显年轻,痛苦,操劳与忧愁,经历过重大的挫折,这些都会在一个女人脸上留下很明显的痕迹。 女人焦虑,着急,可能会在一夜间愁出许多白发,就像是瞬间老了好多岁,又或者天天操事家务,一直很忙碌,没有更多的时间,精力和金钱用来保养肌肤,脸上会有更多的斑点,皱纹,甚至还有可能生活在贫苦的环境中,有些病痛也舍不得花钱去治疗,总是一个人默默忍受,脸上常常呈现出痛苦的表情。 这种状态也会让女人更显老态,过得不好的女人,她的脸总是呈现出苍老的迹象,生活过得富足且幸福的女人,常常活得更加安逸,快乐,懂得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,照顾好自己的身体,呵护肌肤,脸上带笑。 泰格尔说,当一个人微笑时,世界也会爱上他,你笑对别人,别人也会笑对你,你笑对生活,就能积极解决生活的问题。 美国总统里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,曾被父母锁在一个马粪屋里,父母想要他体验一下恶劣的环境,锻炼他的意志。 没料到,当父母不放心,他到屋里去看他时,他非但没有害怕,还高兴的缠起了马粪,他兴奋的说,这么多马粪,这附近肯定有个小马具。 同样一件事,不同的人总能看到不同的角度。 爱笑的人也会发自内心的热爱生活,哪怕遇见挫折,也会用积极的心态去化解。 眼睛有神,一个人的内心都藏在自己的脸上,尤其是眼睛,一个人的眼睛若是清澈明亮,有神采,那么说明这个人的心态很好,精神状态也不错。 一个女人若是眼睛有神,那么说明她的精神状态很好,整个人看起来很积极,很阳光,遇到事情不会气馁,也不会消极,会勇往直前。 这样的女人,会感染身边的人,给大家带来正能量,一个积极向上的女人,也必然会有望复的命。 因为这样的女人会给男人带来好运气,所以男人若是遇到了一个眼睛有神的女人,一定要好好珍惜,皮肤好。 中国古话中有一句用来称赞女人的句子叫做《妇如宁之》,手若柔矣,这话的其实是女人的皮肤特别好,让人看了就想要呵护。 相信很多人都见过这样的女人,长得不漂亮,家庭条件也普普通通,就因为一身好皮肤,让人看了就觉得温馨可爱,心生亲近,皮肤好的女人懂得自己的优点在哪里,更会好好维持,女人最重要的就是有自知之明。 知优点,知不足,最终才能培养出自信。 奥黛丽赫本说过,只要你相信自己,没有什么是不能实现的。 这样的女人知道自己的价值,她们有着独立的人格魅力,对待感情也非常理性,她们不会盲目追求浪漫,更不会被表象所左右。 这一点,让她们在姻缘上有着好运的保养。 一个女人,如果能保养得非常好,那几乎可以肯定,她日子不会差。 要知道,很多女人结婚后,都会减少打败上的开支,而且生活忙碌,也没有那么多心情给自己保养。 如果一个女人,能始终保持年轻,超越她年龄的年轻,那就说明,她有足够的金钱,来照顾自己的样貌,她的家庭也不反对,日子过得还不错。 而且,她还有那个闲情意志,来保养自己,气色良好,气色是指一个人的面部肤色,色泽和表情,也为身体健康状况和情绪状态,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气色。 健康的人通常面红耳赤,红润有光泽,而生病或疲惫的人,则常常会面色苍白发冷,黯淡无光。 俗话说,并从口入,说明身体健康最关键还是来自饮食。 饮食健康才能维持身体健康,而现在饮食上不健康的人越来越多,他们中有些是因为身体原因导致无法完美消化系统, 有些则是因为他们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,这些人不爱吃蔬菜,不喜欢细嚼慢咽,不在意营养均衡,往往选择快捷方便又便宜的食物来冲击。 女性的福气是一个涵盖了多个方面的概念,而相貌只是其中之一,女性应该以实际行动来改进自己的福气, 包括提升自己的内在素质和能力,注重个人形象,关注家庭生活,保持良好的心态。